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现在很紧张 上半场就完了 因为我一直看着澳洲主场对中国队暂时打到一比一 也会一直做节目 那你紧张什么呢 紧张澳洲还是紧张中国呢 哪里面说话 水兵斗海军 两队都屎道 虽然从本你都知道他的结果 但一看上半场就说澳洲和中国两队屎道屎水道水 即是澳洲 滑萨球 即是不要缅满澳洲以前的 基维尔 维度卡 卡希尔 头锤黄武 而印尼也赢不到澳洲 但这里印尼很多荷兰人 你不要理会玩足球 是 即是会玩这些所谓鬼佬变 即是鬼佬变什么呢 其实周来说的 不是怎么结智会 会连到冠军 是 会玩鬼佬变当地人 就是足球现在的文化 是我们祖国宅而已 明明有几件的 都是几个 但是就是不懂得玩 是 是 那大家今天 帮不帮到大家赢钱 每次就是中国队 都是这些观音开赴的 不知道今天开不开 但是澳洲要两球半 即是其实是 即是怎么说呢 我想都 满满点水 不过好快就知道 看重温都知道结果 不过说 昨天一单我和阿西西就说了 就是关于那个 我跟阿西西说清介事 是 原来他是某人前夫 是 说清介事 但是那个前夫死了 是 死了 是 阿西西还没死 不是 现在怀疑那个是 神秘老公就是西西 是 西西压得我透了 原来他和 原来这些人 是某动物的前夫 某动物 他写《马经》 原来他写的那些是河马 是 这条西西都骗得我透了 平时他和阿清兴道徒 原来他是那一首东西 是 提示他那么好的 是吧 是 那他也会吃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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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講 保安 更是 都很厲害 看上去無線劇集也是 常常會變衣 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有指引給你保安 身為何要那麼老 當然是放了壓力 誒 老實講 我們這裏失洩很多東西 不知是否很多人偷偉哥 喂 同友 為何請兩個女保安 即是附近寫字樓 很多疑似女性的賊 由於這個金馬輪道出現 會不會還有一個 我自己猜 未必是純粹附近寫字樓 金馬輪道尖沙咀 都是遊客區 剛剛也是十一黃金州 會不會有些遊客也是會 是的 還有 第三出手 這位阿姐留了幾句話 有語帶相關的 他不知說保安是哪裏國籍 我是土生土長香港人 你看他那段前段 這個被我生氣 我香港人你懷疑我是賊 即是我是土生土 那這兩個保安是哪裏 是否潮州還是哪裏 是否遭流離的月圓 沒有人知道 這個問題是 其實現在國籍是沒有用的 你當日給我什麼指引人 不一定的 如果沒有給指引我 我絕對不肯相信兩個女保 丟你了 多數都玩微信的 玩得這麼巧 很巧 今天英國 這裏又沒有生意 英國沒有賊 十一黃金州都說了 真遠 正如這樣的 小米 當然你首先 都未必是純特陸人去偷東西 你看有些警察 都試過是他偷東西 類經過也有 甚至是那些陳記昭的女醫生 他都有 衛生處理代表 不過這樣 我好奇怪 第一 你找一個真的穿著 他的制服在現場 其實你已經可以 某些震懾的作用 你不用便衣鬼鬼祟祟 即使其一 是吧 第二 就是當時 只有一個客 第一個客 都做了比線 你沒辦法看不到 證明全部發行 是不是 是 你沒理由沒有調碼 那個警察 沒有 一天不安裝 你可以檢查的 還有有CCTV 你可以檢查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應該 最近真的這檔事 我想十一黃金都跌了 很多錢 應該都有一些高手 所以呢 就肯定經理什麼惡 不知道可能專偷這些 MMM那些貴的東西 是 你知道最貴是偷那些 500元那些 就不見幾瓶 那 所以就下了壓力 那這兩個大姐 喂 你老婆請你回來便衣 當然要做事 這些人就想著力求表現 但我又明白 剛才我講 如果你穿著制服 都可以嚇一下那些人 等人不敢偷 便衣警察我經常聽 便衣保安 我估讀他寡聞很少聽 那就是證明 保安都要便衣 就是下面那些 就是有些高手 即是他這裏 即是 這裏即是 我不講哪裏國籍先 即是 這家裏 有些高手下去賺吃 應該都不見了 以現在的零售業 屌你了 還浪費錢買 整兩 這兩個公司開數 六至八百元一個 五期 當然不是人工出給他們 即是開條數下來外判 六至八百元一天都不會過份 對不對 那你說浪費千多元 請兩條人下來 其實我們是浪費錢的 為何都會請 是不是 不是 你看到萬寧 大部份的萬寧都沒有生意 真心 屈臣 就是屈人子 萬寧 華潤堂有 如果行都不用收拾 又去買忠誠藥 那你根本就整 你想想到 根本就 最近有人去找我吃 嗯 那他就加了一些人 但是呢 萬寧的指引 可能這個經理現在說 說不論關於事 但是這個經理多日 有沒有拿過命令 他才知道 嗯 因為你這家店 如果不是有這些文封呢 兩條 十九保安 怎會這麼能夠撲 啊 你能不能相信啊 喂 會不會是 在那些怎樣出身仇啊 如果你 揭發一單 就是有種啊 那也不期 但是如果你說 現在呢 講到呢 就是那個 他們高層呢 打算滑船 哎呀 小姐你不用怕的 因為這個 這個好像 這位姐姐呢 都是教那些體育的嘛 嗯 教那些體育的那些東西的嘛 那些什麼普拉提 嗯 教普拉提的 那麼 教 喂 你要賺錢 就是 你 沒理由現在就這樣打電話 哎呀 你說 康正沒事了 哎呀不好意思啊 是我們錯怪了 但是現在明明明 整條街都知道這個女人是偷人 還有你說 便衣保安 很多他都有啦 你說一田 醫養他等等 但是 你會用這樣的手段 就是 你是根本這家店 就是 你不會檢查都不檢查 然後你就暴力 他對人了 那 這是最大的問題 就算如果你說 當然輿論 這個大陸客的 可能 但是輿論會有少許不同 但是基本上就是 你這樣離開了 不 現在算好了啦 屌你那大陸是屌你什麼打 哈哈 喂 告夠你 現在香港 如果大陸捉到 不肯你 普通襲擊 先我先扮了 是不是 所以每一次屌你唱演唱會 屌你突然出來扮狗 劉德華都叫你 喂 喂 劉德華最冷靜 那一刻 永遠都是屌你老叫停保安 對嗎 對嗎 永遠都是這樣 即是根本你的店鋪 那個風格 都被保安局 他網友說 他以前在超市做的 是 他那時十年前 都有便衣保安 是 那些便衣保安還要檢查員工 是 對 一定檢查 甚至經理都不知道 即是說 隨時他 即是根本就不用騷擾經理 是 因為第一 好像今次萬寧 他這兩宗 是外判的 是 他根本就可能我外判的 你這些 本身萬寧的員工 都管不了我 所以他才這麼兇 這麼臭串 那 那不是你出糧的問題 即是你要簽那份指印 是甚麼 是 是吧 如果你的經理說不能夠好事 那萬寧的經理不肯是塑膠 大哥 你的風格 即是 萬寧真的老實說 十年都不能賣一次廣告 這次廣告 這次廣告就屌 很厲害 這次的價錢會顯 還不能加錢 屌你以為萬寧不能安寧 但是你對萬寧那個 即是 他第四張 萬寧那個回應 是否收貨 當然是不收貨 但是從頭到尾 沒有講賠償 那你為何要賠償呢 因為 你這個 現在很多人 家外人 我不想知道 我真的以為這個梁小姐偷了她的 嗯 對不對 你現在看一眼 哎呀 好眉好貌 走去偷東西 還要偷屌尿 全部去琵琶路 不想切一點 是吧 你不知道的 現在你 你講了檢討 甚麼保安流程 不想關係 這裏不是不需要 跟公眾交代的 現在最重要是跟梁小姐交代 現在不是跟公眾交代的 這些不是跟公眾沒有興趣去治理 你們當作是搞甚麼 你現在怎樣跟梁小姐 是不是 不是未來繼續努力改善 是沒有用的 是怎樣來評判 梁小姐老實說 她要求怎樣 你都要捕捉她的 但萬寧其實她做 就是一樣的 就是割席 不關我的事 是呀 外判而已 外判那裏 因為她的保安違反守則 被人解除了 我們都不再不動這間公司 你還想怎樣 到執怒 最緊怕你 不要讓我興趣 以前我試過 有些外判公司 做清潔 壞了 就是搞髒我的事 然後那個人來跟我談 你不要放過我一晚 我們外判她的 你不要說這間保安 就是這間外判的保安公司 打給梁小姐 求家在算數 你猜會不會 你不要讓我說中 還有你正常的做法 小姐 我們剛才你有沒有 是不是不能付錢 我們可以檢查你 你有沒有有沒有張單 說真的 這個都不正常 你在那部機器 你那部機器 你會有紀錄 別人有沒有給錢 你自己不能檢查 然後你就走上去 走上去問都不問 就已經暴力 去對人 對人 一問一問一問 會不會是那個人 反抗太大反應 我覺得 如果突然間有人敢哭我 我打他都可以 不是 你襲擊我 我叫你老母 是不是 不要說反不反抗 不要說反抗 反應大不大 我打你都可以 無緣無故在街上 他這樣 我怎知道誰 批真打你 你老母 就是 他就是欺負他女人 是 欺負他女人 就是欺負他女人 所以才這麼嚴重 就是 就是 因為那個網友說 我可以拿一張單出來 我誰知道你什麼 第一 你便衣來 我誰知道你便衣服 第二 無緣無故在街上 立刻 問都不問 兩人就疾病 不是 我怎知道他是誰 我怎會 他拿一張單出來 我不知道什麼事 最重要的項目是什麼 這些是 萬寧一間大型的店 是 是有賭的 嗯 去處理這些所謂 盜竊的事情 應該是有一套指引的 正常要 正常要 就是說他有手七 他有 就是他不是 就是他不是那些 就是那些 人家要動手動腳 這麼快動手動腳 不是那些深水寶小舖 那些是不同 那些可能隨時是社團開的 你屌你又不肯打一招你 是 我不會跟我學 我不懂跟你講道理 我不動 你不敢偷一招你 一去就 這行有一個案例就是什麼 偷一賠十的 嗯 我不能報警 你屌你了 三千元 你賠三千元我就不能報警 第一 萬寧你應該要做些什麼 是 你公開 究竟利益有什麼守則 是 給我們看一下 第二 國間是什麼保安公司 是 第三 國間保安公司他又有什麼守則 因為你完全不可能 所以剛才就網上 會不會國客太大反應 可以俊貪出去 他不知道 是 因為他不知道你那兩個是保安 他只知道他沒有拉 一條街被人襲擊 然後那兩個人就 拉回他進他的店 嗯 五十米的距離 進去他才知道 我原來懷疑他偷東西 因為你正常做法 你應該首先 我們是十萬年的保安來的 我們好像剛才 批不到你給錢 是 究竟你有沒有給錢 就是你問一下 或者舉明身份 而不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無法無天 那這個香港社會 無法無天 是很正常的 是 就是你那些指引呢 就是我現在所謂這套守則 所制定 其實我想他可能改了 一定不是這樣的守則 總之我不能相信香港的保安是這麼勇猛 就是我絕對不能相信的 你以為你楊子瓊 你老美 是你那些全部王家師姐 或者有一個他的心態 我自己 他純粹由他的心態看 我平時都多些 我可能覺得這些大陸客人經常來偷 我用不著對你客氣 那你不是的 你現在 但是這個就是土生土獎 還有你以為對香港人可以這樣的手段 你這些呢 就只能夠是普通的濕溝店 你萬鈴就有賭 你萬鈴就有賭 你賣這麼多廣告 大哥 你賺人落搭 大哥 你買什麼東西 買什麼藥買什麼藥 你弄什麼 做到很溫馨 那樣子 大哥 那你要做到那個客人 就是你老實說 你根本就是你的指引 一早已經暗示了這個保安公司 喂 必要時都 喂 就是惡些都沒有辦法 嗯 那些賊這些 我們都是疾惡如仇 屌你什麼 如果你弄到疾惡如仇 你老媽 你勇過他都應該 或者什麼 因為這次這個是他女人 你試一下他 那些我 或者你 屌你無來有人這樣對我 真是打賊你 我不知道什麼事 有人襲擊我 其實這些要報警 當場要報警 嗯 老實說 怎麼知道是什麼事 喂大哥 我怎麼知道我和你有仇 要報警 不過我猜萬寧被禁了 那當然 就是我看到網上那些 他留言 就是基本上 萬寧即使 就是出個post 就是道歉他聲明 我看到99.9%的網民 都是完全不受理的 立刻說 有沒有創傷賠償 是啊 打完你 再問你 如果這次那個人 被打那個 是 在小紅書投訴 是啊 這件事隨時 李家銷也要出來說 陳國基也要出來說 你萬寧就更加之大 還有那間保安公司 還有 去到現在 你都不肯說 怎樣 就是這間 憑什麼公司 是啊 什麼保安公司 你萬寧是憑什麼 準則和合作的呢 喂 喂 他說斷了 是不是真的斷了 你知道了 這些好像建築公司 那間收拾了 那間可能同地址 是吧 可能那些根本你說斷了 未必斷了的 這些保安事 你不要相信這些 之後呢 我再看 今天最新的他發展 有什麼事 就賴外判 好像他政府也是這樣 食環署 康民署 那些 經濟公 那些員工 被剝削 賴外判 不關我的事 跟政府一樣 好了 今天去到下午四點多 記者 明報的記者 就去了 今天輪到的萬寧 外面就觀察 那都發現是有便衣保安駐場的 那記者後來也猜身份進去呢 然後便衣保安跟著他 跟著他 我心想 我進來買東西 有傢伙在後面 他跟著我 我都以後不敢來 就是他全身不罪財 好了 然後便衣保安就多次跟那些職員 交談和交換眼神 好了 後來記者表現身份 我是他的記者 請問你是否便衣保安 那個便衣保安是否惡慣 你是不是拍錯照 仔細跌照 刪除他 那已經是屌實記者了 那麼亡光 好了 那怎麼知道 那個記者反而就發現了 咦 不是喔 看到那個便衣保安 反而是用電話拍他的照 那個記者就問回 咦 那我其實本身是客人 剛才沒有說自己是他的記者 是 為什麼我客人過來光顧你買東西 會被你偷拍的呢 那保安就不回答 好了 然後記者再問了 就是文萬寧 首先除了今天輪到分店之外 其他分店現在還有沒有便衣保安 因為你說炒了那兩個保安 是 沒有跟那個外判公司合作 是 但是是否所有 即是突然間 所有的便衣保安都已經沒有了 但是又不是 今天他還有 是 那你萬寧是否真的 跟那間保安公司 是割了隻呢 是吧 如果你說謊的 這是新的問題 即是如果你曾經聲明騙人的 即是你不會 即是你不會 今晚輪到分店 就和這間保安公司合作 旁邊那條街分店 就和那間保安公司合作 正常就應該一間保安公司 但是不會 還要肯定高層介紹 那如果你是 即是昨日已經按照 和這間保安公司不合作 為什麼今天記者去的時候 還有便衣保安呢 而問你還有沒有 即是其他的分店 是有便衣保安 是 你萬寧都是不行 鬼鬼祟祟祟 好了去到最新 我們看看最新的這張圖 那現在就說 時署就報了警 哦 對 即是CID 警方都有進去 即是去檢查 可能看那些司機 那些司機 那些司機都很小間 我記得 即萬寧大部份的報道都很小間 是 即是都請這些便衣保安 真的我想他的失事率很高 咦 咦 他提我 看回剛才 剛才第四張照片 萬寧的聲明就寫 以決定終始 他說以決定終始 即是可以 不是以終始 我們決定終始 決定不跟你合作 可能是下個月開始不合作 喂 是啊 這些就叫做 語言藝術以有事進步 是啊 還有你 是啊 還不是說梅Sir 喂 但你說 鬼在細節 那現在你 喂 即是現在去到尾 未必一定那兩個部份是不對的 因為你所謂的守則一定 你一萬人就給他們 要不然我都說 岸哥這麼大膽 你女兒怎麼會這麼大膽 就算守則也沒有犯法 你襲擊 企圖傷人 甚至 你給他一個指引 他想著 如果你是大陸遊客 是吧 你最多把小紅書屁股 但你覺得 如果你真是偷東西 你真是偷東西 你都不敢寫 對不對 有網友說 他以前的朋友 都做過那些便衣部安 是 說要交quota 是啊 但我講真的 即使你交quota 什麼都好 說你這次 你近全世界的路條 今次我覺得 真的要嚴証他的執法 是吧 為什麼 你的保安都可以 你不先檢查那部機器 如果你的機器 不能檢查那部機器 是廢的 即是那部機 之前就沒有被人 都給他錢低了 你就看CCTV 我覺得不用看CCTV太久了 如果他是檢查 他就走了 你都不用 是用 你都請他回來 即是說他客氣 這些所謂的保安 就應該 保安 就應該比較 有些文化 喂 小姐 這樣 我們懷疑 這樣也是吧 你見白街的修行 小姐都沒有那麼困難的 嘟嘟 他就立刻 喂 是不是我們自己消遲 消漏了 你看白街都不敢屌你 喂 你不要不要 偷東西 沒有的 即是你保安來做 你不是執法人員 你不能這樣 只是執法人員這樣 也要被人屌 這可能洗腦了 保安 即是保安 普通襲擊 非法禁錮 隨時 不 他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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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公司 跟著你 萬寧當然有很多律師 你不用擔心 那個人就告不到 進去的 不過 我希望你不要找國安部公司 不要自己騷擾 這個 現在變得證人 對不對 但萬寧會不會跟那間 就是保安公司 兩個保安 幫你的律師 啊 萬寧會不會 即是這些保安公司 都不會無端端端 可以屌你 做到萬寧那些 那些生意的 你說屌你 我沒有高層介紹 你我懶得 我懶得不相信 你無端端端 生意給你做 喂 牛奶公司 當人家屌你 你不見你 找小米走去屌你 可不可以開檔 說你找些人去做便衣 便衣保安 為什麼會呢 老實說 沒鬼 怎麼死人 是不是 當然 最後現在你 萬寧是講不出國指引 你去過這個經理 你一定要解僱 不是說得罪案 不然現在這樣 就好像很厲害 為什麼呢 為什麼你一定要下個命令 跟這些便衣保安說 是不是 現在你解僱了兩個便衣保安 就是 現在沒有人死無對證 如果便衣保安 那兩個便衣保安出來說 不是啊 萬寧叫我們啊 寧王無縱啊 殺一警法啊 嘩 如果這個月還不找到他們解僱 我們被人兜啊 那你會不會緊張 我猜得萬寧不會補這兩個保安 不是補啊 那你 當然不補 希望這兩個 以前這兩個應該人間消失 正路 當然不會補來對他們的店鋪 這麼多廣告 也就是萬寧的廣告 也就是富資產 也就是萬寧的廣告 通常很像蚊輕的 哇 你買一個衛生巾都特別好 有隻萬寧貓啊 就是好像你用的那些衛生巾 特別屌你都沒有剪到血的嘛 是不是啊 好嬲嬲嬲嬲 萬寧那些事 跟屈臣屎的感覺不同的 嗯 但是 你所謂溫馨背後 原來堵你都都是家庭暴力的 批街咯 而且你不是執法人員 你有什麼事 你就報警咯 不是 那位小姐 虧了些什麼 如果給我 就是即場報警的 嗯 我懷疑什麼什麼 那你就搞了大陸 現在也報了 啊 不是現在報就遲了 當日報 當日報 他現在說我沒有偷東西 是酷的 馬上驗傷 就是當 當場 就是第一 萬寧那些屌你 就是肯定那天已經 10月8日就不用做生意了 嗯 肯定不用做生意了 那天屌你安排延場什麼什麼什麼 又拍攝 又看你CCTV 你那天不用做事 然後上了報紙 你不肯定要拿嗎 你肯定要拿的 那你的經理一定要寫報告 回到總部 什麼事啊 那你怎麼看 當然 這個經理也是潮程度人 是不是 可能人家介紹他這些 做的經理又是非同小可 那會不會有問題呢 整間屌都那些上糧不正下糧歪 你萬寧都沒有指引 你都沒有人做事 我又不肯定 總之他現在希望傳媒跟進 第一 是什麼保護公司 萬寧不肯定保護公司 不肯定要拿準則出來 是啊 你牛奶公司怎麼做幾個多 幾個多 牛奶公司做幾個多 就是 那第二天去慧康都一模一樣 還有麻煩 慧康真的很多便衣 你快先說 我都懶了就打了我 還有省少少賠償 即是你隨便跟別人說 這些 即是你跟別人說 林小姐一點對不起 真不好意思 不如這樣 我知道 如果你先去看什麼心理醫生 我們公司儲藥給大家錢 未來 如果你想 你什麼藥都有 我們就第一時間提供給你 直到接下來這三年 你來我們公司 一年我給了五千元的 給你 那你 人家一聽 你這麼有誠意 屌你 我們這些網民 傻兵 都不會這麼懶惰 你都是以為為貴 我們都不會隨便交給他 所以這次 該被人屌了 不過我們下一次講講其他新聞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